首回合摧败给最强对手 但李锦亮顽强的让人动容 李锦亮不敌齐马耶夫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在阿布扎比举行的UFC267中 中国选手李锦亮与狼人齐马耶夫直面 不成想第一回合就遭遇对手所猴 遗憾落败 正如赛贤圈内人分析的那样 齐马耶夫拥有超群的爆摔技术 双方第一次接触 他就成功近身抓住了李锦亮 让比赛进入到地面缠斗 虽然李锦亮一直试图挣脱 但很难奏效 在被齐马耶夫双臂锁住景象绞杀后 李锦亮短时间内进入昏厥状态 裁判随即终止了比赛 齐马耶夫获得胜利 如此快的结束战斗 多少出乎中国格斗迷的预料 而从表现来看 齐马耶夫堪称李锦亮进入UFC后 遭遇到的最强对手 此前在MMA赛场 齐马耶夫保持着九战全胜的战绩 在UFC则是三连胜 虽然齐马耶夫进入UFC的时间并不长 但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巨星披子 一些圈内人甚至看好 他未来取代目前该级别的王者乌斯曼 这场比赛则再一次证明了齐马耶夫的强大 在将李锦亮拖至八角龙边网的时候 他甚至边摔边向场边的UFC总裁白大拿喊话 你给我安排哪个对手 我都能搞定他 因为感染新冠 齐马耶夫一年多没有比赛 看上去他的状态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此一之后 他在八角龙内的声望将进一步提升 当然能够约战齐马耶夫 李锦亮的勇气可见一般 事实上 齐马耶夫是排名前十的选手 都不愿意面对的人 虽然因为感染新冠 齐马耶夫长达一年多没有比赛 但他的实力让所有人感到忌惮 李锦亮主动约战齐马耶夫 这一次李锦亮之所以与齐马耶夫约战 教练张铁拳赛前也给出了解释 前十名的选手很多都没有档期 我们看到齐马耶夫恰好可以比赛 就主动找了他 李锦亮没有给自己留退路 但自始至终外界一致看好的都是齐马耶夫 曾经的UFC霸主小英赛前 就发话支持同胞 我不相信李锦亮可以阻止齐马耶夫 无论是摔跤压制定面积甚至是战力 他都不是齐马耶夫的对手 从技术能力上看 李锦亮的强点在于相对优秀的战力击打 他对于头部的攻击一直卓有成效 此前的数据显示 他的头部攻击占比达到61% 但齐马耶夫对于头部的攻击比例更是高达惊人的95% 每分钟击打数则达到9.03 此外齐马耶夫的爆摔技术尤为出色 李锦亮每15分钟爆摔数为1.14 齐马耶夫则是4.67 4倍于李锦亮 加之两人有6岁的年龄差 可以说齐马耶夫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李锦亮坚持到最后 此一齐马耶夫闪电般将比赛拖入地面 李锦亮的技术特点还没有得到展现 就被对手完全压制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如果能够保持好距离 进行战力的换拳 比赛依然会充满悬念 必须承认的是 一场失利的背后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李锦亮的顽强 赛前李锦亮的官方排名是第12位 如果赢下齐马耶夫 他有望与排名前5的选手进行对决 此番失利 李锦亮想要寻求更有价值的对手 会有不小的难度 但无论如何李锦亮配得上 国内观众的掌声和尊重 在竞争惨烈的八角龙内 这位老将永不言弃 我们也期待李锦亮可以调整状态 早日回归